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觉得朋友们看这种镂空的 我们在瓷器当中很常见 这种是瓷器当中相当中多边形的帽筒 但是这种材质它是一件清代的 镂空的一个竹雕的一个帽筒 这种原汁原味的非常少 在瓷器当中像镂空的都档次级别 比那种不带镂空的要高得多 可想而知像这种竹雕的 非常的难得像这种 在古代就不是一般的人用的 可想而知它这种年代久远的竹雕 真的是像这种皮革包浆都出来的 非常的难得而且非常的稀少 我们一般在瓷器当中能够见得到 但是这个竹雕我们很很少见 竹雕我们一般情况下像这种 你看一百多年将近两百年的东西 它还能保存这么完美 可想而知像这种东西就非常的稀少 这种东西值得收藏的非常的 虽然不是说那种大级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也是在像这种稀有程度来讲 它是很少见的 非常的开明 这种老的这种皮革包浆 而且这种线条非常的流畅 而且是多变形的 所以说像这种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